第1307章 我要把你找回来 大结局 第二次天地大战 终是伴随着一模黄的陨落而泄目 这种结果 让得天地间彻底的陷入了昏腾 那种绝望之后的希望 有这种令人难以遏制的激动与狂喜 原本以为这片天地将会沦为一模掌控 但谁料到 那最后的峰回路转 不仅逆转了局面 而且还彻底的根除了来自一模的危机 这片久遭一模肆虐的天地终是得以安宁 而在天地大战泄幕后的一跃当中 三大联盟开始陆续的解散 一切都回归正轨 或许这个世界上竞争残酷依旧不会少 但在这种竞争中 又是会不断的有着强者被磨练出来 或许很久很久以后 也将会再度有着天台妖孽横空出世 进入那传说之中的祖境 世界终归会不断的进步 不过所有人都知道 即便是再度有人进入祖境 恐怕也难以超越 那曾经将他们从绝望当中拯救出来的身影 无阻 临栋 祖境的至高强者 或许能够多重的出现 但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却是独一无二 无人能够超越 那便是未面之主 这片未面的真正掌控者 当年的福祖以及一摸黄 他们来到这片天地 所谓的便是掌控未面之胎 成为未面之主 近日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 只不过最终他们都失败了 而林栋却成功了 道宗之内一座巍峨的山巅之上 林栋站在山崖之边 低头望着那云雾营绕之下的道宗之景 在其身后 林青竹 青潭 小雕 小炎 生死之主等人 皆是望着他的背影 那道背影虽然消瘦 但却是有这一种 无法言语的威严 那种威严来自未面之主 我准备动手 他虽然燃烧了轮回 但毕竟时间尚短 应该会有轮回碎片 散落在天地间 若是能够将其轮回碎片找到 我便是能够将其送入轮回 并且保其记忆不失 林栋凝望着道宗 半闪后 突然缓缓地道 你有多少把握 炎主等人闻炎 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喜色 玄机有点担忧地问道 虽然林栋如今的实力通悬 但燃烧轮回对于他们而言 几乎相当于彻底地毁灭 这种程度想要再救火 谈何容易 应该有五成吧 林栋难难道 心中不知为何 却略过一抹惊慌之色 那手掌 也是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虽然如今 他拥有了这天地间 最为强大的力量 若是连心爱的人 都是无法找寻回来 那种力量 又能有什么意义 他修炼的目的 便是想要保护 他想要保护的人 可如今 他却是发现 根本无法保护 一只柔软而娇嫩的玉手 轻轻握着他的大手 其上传来的滑嫩 以及温暖之感 令得林栋心境微微平复 玄机 他拼头望着 那身旁白裙 如仙般的林青竹 他那对优美的毛子 静静地看着林栋 其中的柔意 却是掩饰不住 谢谢你 林栋望着 那轻轻望着他 却是并不多言的林青竹 心中有着感动 与温暖流淌而过 他反手紧紧地 握着他的玉手 说道 林青竹总是这样 默默地将所有情绪 隐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为了林栋 他能够放弃固有的轻傲 变得柔软来安慰他 在林栋心中最为脆弱的时候 他也是总是静静地 站在他的身旁 即便是不言不语 但却是令得林栋 倍感暖意 只是 他的这种坚强 有时候反而 更令得人 微微心疼 以前只是站在远处 看着你 所以现在 要加倍地 补偿回来啊 林青竹 微笑着轻声道 林栋文言 也是一笑 类似林青竹 这种清冷的性子 唯有真正的 走到他内心深处 方才能够打破 那层 巨人千里之外的寒冰 享受到 那种云云众生 只为一人而绽放的 火热与柔软 显然 最开始的林栋 可达不到这种程度 所以 那时候的林青竹 可没什么责任 来兼顾着他 补偿之言 也是无从说起 补偿的话 在你教我猜上感应诀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林青竹一正 旋即那绝美的脸颊 瞬间飞红起来 他咬着红唇 盯着林栋 毛子当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羞涩之意 你 你都知道了 从一开始 就知道的 林栋望着林青竹 眼中有着浓浓的怜惜 林青竹 吻牙咬着红唇 有些羞恼的 扬起玉手 将林栋手臂上 轻轻捶了一拳 原本他以为 那事啊 他做得很隐瞒的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一直都在装着 你快开始吧 林栋这才笑着点了眼头 然后便是不再多说 在那山巅之上 盘坐而下 双目也是缓缓的 壁上 而一旁的灵星竹等人 都是能够感觉到 伴随着林栋 双目的壁上 似乎 有着一种 极为奇妙的波动 扩散而开 那种波动速度极快 一眨眼 便是笼罩了天地 然后开始 寸寸探寻 搜寻着 那可能散落于 天地之间的 轮回碎片 林栋的意念 散于天地之间 他催动着 未免之力 寻找着 那存在在 内心深处的熟悉 而这一搜寻 便是整整 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栋的脸庞 却是逐渐的 苍白起来 因为他发现 即便是他 催动了 未免之力 搜寻天地间的 每一寸 竟然都是 未能找寻到 一点熟悉的 轮回碎片 这种污果 让得他那 古井无波的心境中 涌上了 丝丝恐惧 这种结果 让他实在是 有些难以接受 因此 他猛地一咬牙 再度催动 未免之力 这一次 他着重地搜寻着 与他去过的 任何一个地方 道宗 一摩玉 以及 那曾经抢夺着 心圆古树的地方 按照常理来说 轮回碎片 会逗留在生前 最为执着的地方 如果硬 欢欢的轮回碎片 还存在着的话 也一定会在 这些地方 只是 林栋 加大了搜寻 但最后的结果 却依旧是残酷的 令他不敢相信 两个月之后 山巅上的林栋 睁开了双目 他的眼神 变得空洞了一些 其中 甚至是有着 血丝攀爬出来 他的身体 微微颤抖着 难难道 怎么 会找不到 怎么会啊 原本这种办法 应该能够办得到啊 硬欢欢 才燃烧轮回 没有多长时间 不可能 连轮回碎片都消散呢 怎么会这样 他痛苦地抓着头 心中仿佛是 突然间空了一大块 那种难言的 难受之感 令得他的眼睛 都是红了许多 一旁 有着焦急的声音传来 灵星竹急急地 出现在林栋身旁 他望着后者 那披头散发的模样 翘鼻 也是涌上了一股酸液 连忙地 在其身旁跪坐下来 灵栋呆呆地抬起头 他望着灵星竹 眼睛突然 游如无助的孩子 一般红了起来 我 我找不到他了 找不到了 望着他这罕见的脆弱 灵青竹的心头 也湿一疼 眼眶泛红 如今的世人 都是沉浸在 那种 劫后余生的 欢喜当中 但谁又知道 这个拯救了 世界的男人 心中又是 何等的悲苦 不急不急 我们慢慢找 一次不行 就两次 一定能找到的 灵青竹 伸出 千细的玉壁 轻轻地 将灵栋抱在怀中 声音轻柔地 犹如呵护脆弱的瓷器 灵栋也是 紧紧地搂着 灵青竹 那千细的妖枝 取久后 他咬料牙 眼神有些疯狂 我一定 会把他找回来 灵栋再度闭目 将意识沉入天地 只是其眉宇间 幼着一抹 深深的句子 他害怕 若我真的找不回来 那他将会是 何等的痛苦 灵青竹望着 那张坚毅 而略显疲惫的脸庞 眼眶通红 他知道后者 那种执着的性子 当年追逐着他 从大阎王朝走出来 他的目光 便是这般的 或许打动他的 也正是这种 令人动人的执着吧 在不远处的一座山上 生死之主 望着山巅上相拥的两人 轻轻叹息了一声 眼中略过一抹复杂之色 当灵动再度睁开眼时 又是两个月的时间过去 这一次 他的眼神 已是有些灰暗 身体微微颤抖着 再没有了 身为未面之处的危言 一个连心爱的女人 都是找不回来的人 拥有着再强大的力量 那又有着何作用 灵青竹望着 那眼神越来越空洞的灵动 心中也是越来越疼 不过 他现在所能做的 只是静静地陪在他的身边 灵青竹知道 现在的灵动 心中必定是极为的痛苦 希望 已经是极为的渺茫 但灵动 却始终不肯 以及轻言放弃 时间流逝 山巅上 灵动一次又一次地睁开眼睛 但那眼中的神采 却是越来越微弱 灰暗弥漫着眼球 山巅上 原本的聪裕的山林 仿佛都是伴随着 他的心境变化 而逐渐地枯萎 希望 再消失 这半年时间 小雕 青坛 生死之主他们 都是来过 但他们望着 灵动那番模样 却是连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最终 只能默默地 黯然离开 只是在他的身旁 却始终有着一道歉影 静静地等候 与照顾着 当灵动 最后一次睁开眼时 那眼中的神采 几乎全部消失 天空上 雪花飘落下来 令得天地 显得银白 与凄凉 灵青竹望着灵动 那无神的眼睛 鼻尖泛红 终是忍不住地 侧过脸去 大滴的泪水 滴答滴答地落下来 最后建设在 林栋的脸庞上 他微微地转过头 望着那张 红着眼眶的 绝美脸颊 男男道 对不起 我知道的 灵青竹轻声道 他知道 若是换成 她的话 林栋 也会同样 这般的 只是 或许 他也并不太 希望看见你 这般的折磨自己 林栋双掌颤抖着 他垂着头 有一些嘶哑的道 为了获得这种力量 我失去了他 可是 我却不能用这种力量 去挽回他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他猛地仰头怒吼 那吼伤当中 有着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天空上 旁颇大雨倾泻下来 扑打在他的脸庞上 一时看不清 究竟是泪水 还是雨水 他双全疯狂地 垂在大地上 那咆哮的声音 犹如滴血一般 蕴含着 无尽的悲意与痛苦 在这天底之间 远远地传开 他给了 这天底希望 但却给了自己 带来了绝望 道宗之中 无数弟子 望着那座最高的山峰 感受着 那咆哮声音当中的痛苦 他们的眼睛 也是通红起来 一股酸液 令得他们眼睛 湿润了下来 在大殿前 硬笑笑望着山巅上 那若隐若现的身影 那声音当中的绝望 让得他们明白 那个曾经 巧笑烟熙的可爱女孩 彻底地回不来了 他紧紧地捂着嘴 发出嘀嘀的哽咽之声 一旁的硬玄子 也是红着眼 偏过头去 一下子 仿佛是苍蓝了许多 后面的周通 无道等人 也是沉默了下来 整个道宗 都是弥漫在一种 悲伤的气氛当中 哎 失败了呀 小雕轻弹他们望着这一幕 也是喃喃说道 严主等人 有些颓然地坐在地上 当年 他们失去了师父 以及吞噬之主 现在 连他 也要失去了吗 生死之主 望着颓然的众人 轻轻一探 然后 漠然地退开 山巅上 灵清竹望着 壮若疯狂的灵动 忍不住地将他抱住 红着眼睛 灵动紧抱着灵清竹 犹如孩子一般 嚎啕大哭 我找不回来他了 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我答应了他 要把他找回来的 眼泪不断地 从他的脸庞上流下来 他声音嘶哑 灵清竹红着眼眶抱着他 他能够感觉到 灵动心中 那种极致的心痛 他拯救了这个世界 却拯救不回 心爱的人 一道娇雪的身影 从远处而来 然后在山崖旁坐下 生死之主望着灵动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 这个素来坚强的男人 第一次这么悲伤 干嘛要这么贪心呢 你身边已经有一个 值得你去爱的人了 把他忘了 不是更好吗 生死之主轻叹道 灵动缓缓地摇头 沙哑地道 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即便绝望 可灵动依然不会放弃 生死之主望着他那疲倦 但却异常执着的脸庞 终是苦笑了一声 说道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呀 看来小师妹最后的请求 我是没办法帮他完成了 灵动身体猛的一阵 骤然抬头 死死地盯着生死之主 你是找不到小师妹的轮回碎片 是吧 生死之主抬头 望着遥远的地方 沉默了许久 方才到 按照正常的情况 若是时间不长的话 即便是燃烧了轮回 以你现在的力量 的确能够找到轮回碎片 但这 却是有着一种界限 那便是 这个规则 只对诞生于这位面的人有用 灵动呆呆地望着生死之主 突然嘴都是因为心中的颤动 而干涩了起来 你 你是说 嗯 小师妹并不是我们这位面的人 所以 你找不到她的轮回碎片 生死之主苦笑一声 抬起头 脑海当中 有着画面掠过 那就是影欢欢 在聚集能量 冲击祖境的那一夜 海岛之上 那笑容有些悲伤的女孩 大师姐 我想你帮我一个忙 海风吹拂而来 女孩那晶莹的长发飘舞起来 她轻声道 什么 如果 我出了什么事情 请你帮我保管一个东西 而这东西 我希望你永远不要交给灵动 女孩 美目望着东方 低声道 为什么 女孩沉默着 许久后 她那柔软的双肩 似是微微颤抖起来 她轻轻地卷起修长的双腿 将脸颊埋在膝间 哽咽地道 因为我不想她因为我而变得遍体鳞伤 这个世界 有她所爱的人 只要她能够将我忘记 她便是能够快乐 那条路 或许会更为的艰难 我只想看见她笑 不想看见她在那条路上受伤 那样的话 我会很心疼的 生死之主 正正地望着 那道在夜色中 不断颤抖的身影 眼睛 也是忍不住地湿润下来 生死之主 望着呆呆地临动 苦笑道 她倒是了解你 不过身在举中 却是难以自清 她却不知道 望着是有着多么的困难 特别是对于你这种惧性子的人 说着 她伸出小手 只见得在其手中 有着一颗龙眼大小的雪白冰珠 那珠子中 有着一种惊人的寒意弥漫出来 而在那种寒意内 则是有着一些 让临动心身颤抖的熟悉味道 这是她燃烧轮回后 所剩下的 跟随着她 便是能够找到小师妹 不过 这需要你去那神秘的世界 那一路 或许会很困难 你 确定要吗 生死之主盯着临动 说道 临动望着 那散发着寒气的雪白冰珠 然后颤抖着手掌 缓缓地接过 冰珠之上 寒气涌动 仿佛能够隐约地看见 一张巧笑烟熄的熟悉俏脸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漆黑的毛子 在此时爆发出惊人的神采 熟悉的坚毅以及笑容 再度自那脸庞之上 苏醒过来 放心吧 不论如何 我都会把她找回来的 上穹壁落下黄泉 不管你离我有多远 我都会把你抓回来 留在我的身边 我陪你去 灵清竹轻轻地握着临动的大手 奄然微笑 犹如温暖的阳光 照进临动的内心深处 若是没有我的陪伴 可不知道你这傻子 会做出些什么事了 灵动翻手 紧握着灵清竹的御手 大笑道 你当然得陪我去了 就算不同意 我也得把你绑在我身边 那种失去的感觉 灵动不想再承受第二次 正好 我对辅祖他们所来的世界 很好奇 正好趁此去看看 我灵动的路 可没任何人能够阻拦下来 灵清竹望着 那突然间皮太尽扫 门语间显得豪迈的灵动 也是微微一笑 那个熟悉的灵动 又回来了 不过 灵动突然自是想到了什么 皱了皱眉 说道 想要去那个新世界 我们并没有未面坐标 除非找到一个属于那个世界的人 方才能够以此为引 穿越未面 抵达那里 那世界的人 灵清竹想了想 说道 一模黄 不行 他已经被我净化了 现在 怕是没了这功能 灵动摇摇头 玄机一咬牙 说道 没事 我动用未面之眼 探测一番 既然欢欢 能够流落在这个世界中 保不齐也会有第二个人 同样流落进来 声音一落 灵动已是动用未面之力 只见得 其眉心混沌之光浮现 竟是化为一颗混沌之眼 那眼中 仿佛 包罗万千 光芒扫世间 飞快地 自天地间 每一处角落掠过 不过 想要在这天地当中 寻找一个外世界的人 并不容易 因此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灵动的眉头 也是紧皱了起来 而在灵动 探测着天地间时 后方也是 有着树道摄影掠来 小雕 青潭 严珠等人 闪现出来 他们见到 那突然间 变得生龙活活的灵动 也是略感好奇 灵动哥 你没事了 青潭也是有些欣喜的道 之前见到 灵动那般模样 他也是难受得心碎了 嗯 没事了 灵动转过头 冲着轻弹一笑 然后 宠溺地拍了拍 他的小脑袋 视线一转 那卫冕之眼 便是继续地探测去了 不过 就在灵动目光转过时 他的身体 猛地僵硬了一瞬 那面色 突然也是变得奇异起来 再然后 他一点点地转过头来 卫面之眼所化的混沌之光 将青潭包裹 而在那卫面之眼的照射下 青潭的胶躯上 似乎是有着些许奇异的阴寒波动浮现 那种波动 似乎与这片天地的任何能量 都是截然不同 灵动哥 你怎么了 青潭望着灵动 那突然呆滞下来的面旁 也是一愣 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 茫然地问道 灵动却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一旁的灵青竹 似乎也是觉察到了什么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青潭 说道 莫非青潭他 灵动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缓缓地点了眼头 青潭竟然是来自那个世界的人 这射间之事 真是奇妙地令人难以想象 半年之后 青阳镇后山 灵动凌空而立 在那山崖边 林孝 柳岩 小雕等人皆是在场 他们望着天空 只见得那里的空间 竟是在缓缓地撕裂开来 那种裂缝 与当初虚无之外 出现的巨大未灭裂缝 一模一样 青潭 青竹 林栋对着山崖上一招手 两道倩影应声掠出 一左一右地 俏立地在其两侧 大哥 等我们度过三重轮回节后 可以得带我们去看看 小妍挥着大手大声说道 哈哈 好 等我先去打打前站 林栋笑着应倒 然后他袖跑一挥 八道光芒自其体内掠出 化为八道祖符 光芒闪烁间 化为一个小女孩的模样 正是穆灵山 灵山 这是新的生死祖符 你将它放在体内温养 百年之后 便是能够再度诞生 一道生死祖符 到时候 你也是能够脱离限制 真正的化人了 灵栋屈指一弹 一道黑白之光 冲进穆灵山体内 灵栋大哥 你可要常回来啊 穆灵山挥着小手 娇憨得道 灵栋笑着点点头 他已是这位面之主 要回来的话 倒是很简单 爹 娘 我先走了 灵栋看向灵笑与柳言 说道 小子 你若是给我们 逮不回两个儿媳妇 就别回来了 灵笑大手一挥 笑骂一声 一旁的柳言 倒是称怪地盯了他一眼 灵栋闻言 也是一笑 望着那缓缓撕裂开来的 未面裂缝 手掌紧握 这一次 我一定会把你找到 心念一动 灵栋拉着灵清竹与清坛 以时暴流而出 未面之理将三人包裹 最后 在那众人的注视之下 冲进了那未面裂缝当中 众人望着 那缓缓愈合的未面裂缝 也是常常一探 惆怅之中 也是生出了一些 对那新生世界的好奇 那里 究竟有着什么 乱魔海 阎神殿 在那一座楼阁上 唐心连望着遥远的东旋御方向 眉目当中 也是略过一抹复杂的神采 林栋那家伙 应该已经离开了这未面了吧 真是羡慕呢 我也好想去那里看看呢 身后突然有着笑声传来 唐心连拼过头 看了摩罗一眼 却是未曾答话 哎 可怜我的弟子了 单相思太苦了 摩罗叹道 师父 你胡说个什么呢 唐心连翘脸一红 恼羞成怒地道 摩罗一笑 玄机无奈地说道 喜欢人 干嘛不说呀 喜欢他 也不用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 唐心连明媚一笑 慵懒地伸着懒腰 一群勾勒出动人的曲线 他笑着道 而且这世界上男人那么多 大不了 我再喜欢一个不就是了 男人的确很多 不过要比那个小子更出色的 还真是很难很难呢 摩罗想了想认真的道 而且你还真会喜欢上其他男人吗 那可不一定哦 唐心连燕然吓道 喜欢我的男人 都从乱魔海排到妖狱去了 我可是很花心的人呢 才不会对谁从一而终呢 摩罗一笑 说道 那我们来打个赌 若是在他下次回来之前 你没有喜欢上别人 那你就跟他去说 如何 唐心连脸一红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旋即咬了红唇 美目如水 妩媚一笑 好啊 卫面穿梭 一道光滑掠过 在那光虹中 三道身影若隐若现 林董一手抓着青坛 细细地感应着青坛体内 那种来自那神秘世界的波动 而后调整着方向 他们已是在卫面中 穿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林董哥 我们还没到啊 青坛看着四周 那些卫面洪流 无聊地问道 快了吧 林董笑了笑 身色突然移动 那穿梭的速度 开始变缓下来 他的目光望着 那极为遥远的方向 没心处 卫面之眼浮现出来 视线穿透过 卫面迷雾 突然在那遥远的地方 看见了三道人影 那也是一男两女 他们似乎是情侣 那中间的男子 一袭黑袍 在其背后 背负着一柄硕大的黑尺 在他的身体上 林董觉察到了一股 极端炙热的波动 而就在林董 透过卫面迷雾 看见那黑袍男子时 后者 四夜时有所觉察 抬起头来 黑色眸子望向 他所在的方向 而后 脸庞上 浮现一抹和善的微笑 并且 隔空轻轻拱手 林董见状 也是拱手一笑 却是并未多留 袖炮一挥 带着灵清竹两人 穿梭而去 那神秘的世界 已经近在咫尺了 在林董三人远去时 那遥远的地方 黑炮男子身旁的两位女子 见到她的举动 那一名清雅极美的女孩 微笑道 小炎哥哥 怎么了 没什么 遇见一个很厉害的人 杜之为何和他挺投缘呢 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吧 我们也走吧 黑炮男子一笑 拳击不再多言 袖炮一挥 三人也是化为流光 消逝而去 而他们去的方向 也是那新世界的所在 那里将会是 最为精彩的地方 武动乾坤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武动乾坤 剧中 武动乾坤 硬环环片 初十篇 生于道宗 长于道宗 那乌黑的马尾 是你灵动欢快的旋律 曾几何时 一道消瘦的身影 进入你的心里 是命运的邂逅 还是告别无忧无虑的节拍 为他笑 为他哭 为他忧闹 为他心伤 为他束手抚琴 换纳一丝清明 为他无微不至 只应一片痴心 娇满的任性 暴露多少柔情 细致的关怀 只为他的心酸 灿烂西丸的身影 却不愿成为他的累赘 随运而安的心态 却要决心超越那个他 是什么让你渐渐地转变 只有你心中的他 觉醒前篇 你为道宗公主 只为追求心中痴恋 奈何命运轮回 稀谈 情爱 坎坷多盘 出生的那一刻 就预示着这一世的不凡 你却愿用前世的力量 去呵护他的平安 用凄惨的身影 刺痛你的双毛 任性的你 毅然地选择了 挡在了身前 是什么 加速你心中覆盖的冰爽 却是一句 我只要你活着的决染 你的心扉 沉积了你的心伤 你却为他 打开轮回的印片 他带走了你一切的念想 你却呢喃 若你归来 我为你杀劫尽党 若你离去 我为你大杀死亡 是什么跨越空间的鸿沟 让他的心神 没有彻底的迷乱 你指着自己的胸脯 只因他在你的心间 正是这般无言的倾诉 支持着你和他 三年的遥远 等待着那豪迈的回旋 为他绽放最美的娇言 觉醒后篇 你渐渐地改变 往昔的欢快早已不见 那小女孩的神态 只期待她来为你打开 在你的哭声中 她回到你的身边 而你拿冰蓝发丝 却掩藏了多少心酸 你的思念化为了无言 只想让她认可 如今你的存在 曾经的岁月 让人唏嘘感叹 如今却只想和她 指守永远 纵然你反复告诉自己 我只是欢欢 然而兵主轮回的燕迹 却将此扰乱 苏醒的记忆 渐渐让你明白 自己的重担 你选择将此搁置一边 虽然不能回复 曾经的欢快 但你压抑力量 只为做她的欢欢 她不愿你失去曾经的俏脸 纵然无法做出任何改变 力量的觉醒无可避免 你珍惜这和她的每一天 兵主苏醒篇 流逝的时光 让你一起前世的岁月 沉重的兵主二字 你埋在心间 你是俘虏最看重的弟子 如今却只想待在她的身边 到底变为了前世的兵主 还是延续着今生的欢欢 或许你也无法到来 虽然变得更加淡然 但那不经意的情怀 依旧透露着 你还是她的欢欢 那无情的力量 被你自私地压制 只为她不带悲伤的笑脸 可是你的身份 注定无法避免 兵主的重担 扛在你柔弱的双肩 天地劫难终将来临 你选择了解封自己 为她登上那晶莹的双手 避开了她的双眼 她如圣者一般归来 却发现了你的欺骗 那霸道的指责 伴随着你欺然的泪眼 然而 那怜惜的一吻 却换回了你曾经的神态 那奇奇怪的迷恋 是她想要保护你的誓言 你那痛苦下 满是坚定的戏面 决战的序幕突然拉开 宿命将你推向深渊 最后力量的枷锁 只待解开 你不得不去面对 这一世的安排 你始终割舍不掉 那丝情怀 决定用最后一吻 告别这段爱恋 那对不起三字 是多么沉重的字眼 你耀眼的轻盈 伴随着那陌生的冰冷 刺痛她的嘴唇 也割裂你的内心 你决然回身 面对宿命 留下她急怒的身态 苏醒了冰主 站在了天地的最前面 纵然背后 是她愤怒的置眼 那以支离破碎的心 被你默默地收敛 那一世的深情 被你掩埋 你独留冰封的外壳 去回应着 这世的难缠 你继承了冰主的宿命 那份骄傲 你无悔的抉择 然而 留下了太多的怨念 只愿来世来偿还 冰主前篇 你是辅祖最小的弟子 曾屹立在天地的巅峰 你本是活泼的心态 奈何遇上天地劫难 你选择了冰封情感 只为掌握那股力量 然而 这场劫难 带造了你的师父 留下了天地的重担 重伤的你 被送入轮回 只带来世 接下这份职责 你厌恶了冰主的自己 潜意识 去追寻这灵动的硬欢欢 你做到了 这一世 你成了道宗的小公主 你叫 硬欢欢 你遗忘了冰主的一切 无忧无虑般地 度着前世奢求的时光 你的笑容 感染了道宗的弟子 你的青春灿烂 印记在这片时空 是谁的出现 扰乱了你的心血 是谁的出现 让你的心 应克了他的身影 前世冰封的情感 今世却招来了 情爱的思绪 那是你的他 然而 你是冰主 这一世 无法躲过的宿命 轮回的印记 逐渐地 深入灵魂 你终究会苏醒 和他度过了 无法忘怀的旧日 你将这段岁月 铭刻在内心 然而 他的离去 是那么的突然 涂流你加速 苏醒那冰主的记忆 你恢复了 前世的蓝毛蓝发 你的气息 渐渐散发冰主的味道 虽然 你想起了前世的片段 但却深深埋在心里 你不想他回来 见到另外一个你 你坚守着道宗 动用前世力量的你 是那么的强大 然而 你却充满着后怕 你怕自己变得 不是他心中的他 兵主后篇 三年后 他终于归来 四在素说着 三年的思念心酸 同时 你的心中 也潜藏着一份甜蜜 因为 他心中有你 可是你终究 渐渐觉醒 那苏醒的记忆 逐渐地让你明晓 你背负着重担 可每次看到 他那疼惜你的目光 你选择了 逃避这份职责 你压抑着那份力量 还有那份 不愿再揭开的记忆 只愿 依偎在他的身旁 命运的齿轮 却终归无法暂停 你终归 苏醒了冰水的记忆 你逃脱不了 自己的宿命 但却静静地 待在他的身旁 继续地 坐着他的欢欢 只愿 依存最后的温暖 只愿你 珍惜这一世的爱恋 天地大战不可避免 你选择了面对 自己的一切 你不愿他参与 这份重担 独自 默默成熟 你开启了左宫 为他宁愿神功 你的双手经营 是彻底觉醒的前兆 你欺骗了他 他的指责 让你委屈 其实 你的抉择 带着无助的抵触 你怕回到 曾经的自己 你怕 忘了那个他 最终 你还是选择了觉醒 解开了最后的封印 他的欢欢 更是这片天地的兵主 你不是只为了 爱情而活 然而 今生的痴恋 却让你遍体鳞伤 他的每次不解和愤怒 都切割着你的灵魂 你却依然要装出 兵主的坚强 你为了天地而觉醒 你想用你的力量 终结这场浩劫 那一刻 你真心的想去守护 这片天地 因为这片天地 有着 然而 天地大战 却向着最坏的方向 未灭裂缝的松动 让你始料未及 你献出了一切 但是竟成了过眼云烟 福祖的残像 指明了道路 一生冰儿 让你下定了截心 纵使被他厌烦又如何 即使注定无缘 你选择了必死败 轮回破碎 若进入阻境 冻结情感 你回绝了 他替代你的请求 这对深爱着你的 他是如何的残酷 你继续选择 审美这份最后的依恋 纵使对他残忍 也对自己残忍 你只想去守护 或许你的耳畔 还回荡着曾经的话语 我只想你活着 他毅然放弃了 祖福和神物 回身离去 你无法弥补对他的伤害 只能仰脸呢喃 你的双眼已流不出眼泪 因为他们早已流干 还记得他离去时 他的话语 你究竟是兵主 还是欢欢 你无言应对 或许就让他认为 你是前世的兵主吧 徒留这世的欢欢 在他心中 若无这天地劫难 你注定会对他说 今世只为你的欢欢 祈愿 那泪花 再度凝聚你的双眼 你不能做出任何改变 或许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这般黯然 他重复着哀求 你却缓缓推开 轻摇头间 晶莹长发 冰蓝转向乌黑 那冰蓝的美目 也是恢复了漆黑灵动 你真的 彻底回到了从前 那娇俏活泼的少女 仿佛又是出现 她咆哮着冲来 却被你阻拦 你那轻轻的一笑 犹如即将消逝的雪莲 师父的约定 你又记上心肩 冰儿 你拿强大的力量 希望来守护着天地的安宁 但却要心甘情愿地释放 就算生命会到终点 你寻到那值得付出的人 就请扛着天地的重担 那时的你会说到 你不喜欢 然而如今 你却含着笑脸 因为那让你心甘情愿 付出一切的人 被你寻找 在这世间 伴随着你的呢喃 笑容再次爬上笑脸 那古老的印法 在你束手之中展开 那空灵的声音 犹如一曲古老的歌谣 回荡于这个世间 如若情人的呢喃 去填接触伤的心间 那无私的奉献 只为你的明天 无以武之灵祈愿 以武之身 以武之魂 以武之血 好天地之灵 神话 祖之路 那最后的阴阶落下 是你生命的目中 你燃烧了自己 那冰斓的火焰 却带给着他 惊涛一绝的双眼 他挣扎着咆哮 丝吼的声音 遍布着这品空简 情商 你望着他 装若疯狂 凝聚的泪花 直不住地滑下来 鸟鸟的冰蓝火焰中 你哽咽的声音 再次传荡 我不想守护什么天地 我也不想做什么救世主 我只想要你活着 谢谢你给我的美好 让我冰冷的心 可以绽放 你曾问 我是冰主还是欢欢 现在我能告诉你 哪有什么冰主 我一直都是隐欢欢 是啊 你一直都不是那骄傲的冰主 在他的身旁 你永远坐着他的欢欢 冰蓝火焰燃尽你绚丽的声明 他那撕心裂肺的呼喊 却换不回与你指手永远 你留给了他一道身影 背负着双手 那乌黑马尾的活度 映照在那皎洁焦满的翘脸 一如那曾经相遇的从前 五栋乾坤 灵清竹品 一身白衣 一柄清剑 一带佳人 一戎清成 假若不是那一场荒谬相遇 你的征途是否还有 假若不是你的那份执着 我又怎能甘心付出清稿 此生不在乎你的几分 不在乎你的前方有何坎坷 不在乎还有要多少次为你担忧 你上穷碧落下黄泉 只为寻找他的轮回碎片 我碧落黄泉事相随 只为你是此生的唯一 一个是超级宗派中 无数天才妖孽都为之倾倒的学士家人 一个是低级王朝家族的 没落分家的小子 这样的身份之差 是怎样的一种执着与拼搏 血肉与杀戮才能补天 我睡过的女人 一定是我的 当初 那么一个在他眼中 楼依一般的青年 说出这一句话时 在他眼中 是多么的嘲讽 苦苦修炼了数十年的太上之功 被一个子家族天才 原力压迫之下 险些丧命的倔强少年 一招尽破 在师门的追问之下 为其性命而守口 不为何 只为同情 是吧 是同情的吧 拼金吉度劫难 踏血路 朴造化 十年之笔 在那曾经神底般存在的天才面前 他苦傲地说出了自己的挑战 在无数轻蔑的目光中 他用自己的血路踏出了实力 震撼了所有无知的蝼蚁 曾经的天才 在他的压迫之下 低拍进楼 林栋用他的实力告诉所有人 分家的低贱少年 同样是拥有着 可以踩踏家族天才的力量 所有的阻碍 都抵挡不了追梦的步伐 不只是为了报复之仇 更是为了所爱之人 不受任何威胁 为了那一个梦 是梦 倔强的少年 再一次踏入了那血雨金吉之路 百超大战 在他为性命与实力拼斗之时 灵青竹却已是整个玄域 天才妖念女神 与不可超越的存在 百超山巅 摇目而望 林栋知道 现在的自己虽然强大 但与他的差距 依旧是无法持平 况且 如今的林栋 已不再是当年的 那个冲动的少年了 既然再站在你的面前 那就堂堂正正地站着 而不是 以仰慕的角度凝望着你 同样是数年后的相逢 他似乎是有些惊艳与叹服 那么一个小家族的人 竟然真的踏到了这一步 而且实力不差 林栋不会不知道他们的差距吧 难道还要 九天之上 有女角色 轻功深归 有凤青竹 家人虽好 但 倘若没有实力去正视 春梦一场罢了 为了能够和林庆竹正视 我林栋万难独休 为了有那么一天 可以实现当年那一句蒸蒸誓言 我可踏破九天 宗派大赛一抹成上 是谁动乱了千年冰山女神的心 那个倔强的少年 终于可以直视 那个东玄域第一女神 青石当中 是谁那霸道的一吻 令得家人 冰戎角色 一吻定 天荣经 这一次的青年 足以正视九天女神的资本 可堂堂正正 对着自己拼杀数年 只为得到 令其叹服的地物 九天有花 方念刺手 地有青年 为其拼杀 一魔玉两战 不可谓不惊天动地 青山身躯说道 林栋师兄 请撞我道宗 在数百道弟子的期望中 分家小子 大言孤颖 独占东玄域第一超级宗派 三大天才 与五百精英 一人全赴圆门一代弟子 八方巨探 万人倾斗 东玄域第一人 谁敢成 宗派天才 何人敢喊 一魔城上 三兄弟那番不离不弃 生死一共 逼得圆门三巨头 全力绞杀 三人狼狈出逃 这一次 彻底地轰动了天地 大言小子 道宗临动 东玄守人 修炼妖孽 那一战 应欢欢地付出 是我不急的吧 那一战 是我的不堪吧 那一战 是你欠他的 也是我欠你的吧 你的付出我看到了 你的成长我知道了 你的品性我知道了 愿我的无助 容他那番 为你而拼 我却无能为力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不甘 你怨恨 我更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回来的 当你回来的时候 必是这东玄鱼 为之青斗之时 欠你的 你回来我还你 此生 若是你不再出现 你的亲人 我必定自亲 你的仇 我必定为你而报 九天女神 代君而归 东玄有盼 望君勿忘 数年拼杀 愿君平安 相思有罪 欺君有之 此生不患 代君重归 三年 三年的披荆斩棘 三年的外逃磨难 三年的百战恶斗 同是三年 三年的相思之苦 三年的叛君而归 三年的大言相遇 重杀而归 灭道宗之威 平东玄之乱 天地间 青年 已立在巅峰 倔强青年 已是强大如斯 三年之间 三人之间 付出 我不及他吧 也许 我也是我 避落黄泉相随的 无悔偿还吧 三年之后 冲杀而归 灭道宗之威 平东玄之乱 天地间 青年 已立在巅峰 倔弱少年 已是强大如斯 九天蒙威 恩施缘济 在最后一刻 一席轻衣 依旧是如同 那般无赖的忧怒怀中 剩下的 交给我吧 这般将学鱼 揽入自己身上 只为身为一个男人 该有的担当与责任 我岂不因你 强大为拥有你 而如今 怎能让你感受到 这般风雨 我睡过的女人 一定是我的 我的女人 一定要在我的身后 所有的风雨 我来扛 我就是这样 无赖与霸道 只因为 你是我的女人 东悬视频 暖魔情迷 也许吧 天生 就该注定是 她的人了吧 古墓失魄 乱魔情干 绝境之际 在你的怀中 如此的安宁 九天兵女 师门重望 本就很累的 常年孤傲 其实 终也是女人 也渴求着 那么一个胸膛 这般依靠着 纵使 就这么消散在 天地之间 我能在你的怀中 那 又有何不甘呢 木竹之屋 退尽清傲 乾坤阵下 情愿心甘 此生依你 黄泉相随 太上同魂 如痴如梦 天地大劫 知道 她对你的爱 是如此的 刺目与心碎 这般的轰烈与炙热 一点一滴地在眼里 不敢争 不敢抢 原谅我 我也是女人 没那么大方 但我知道 我的爱与她的爱 同样是那般真挚 清阳小镇 一年梦期 她依旧那般倔强 与拼搏 只为她在乎的人 只为将灾难揽在身上 自己一个人去阻挡 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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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炙热的女子 那个傻丫头啊 那个甘愿为她 舍弃生命的麻维女孩 轮回三节 晨漆同度 清风之下 行目之盼 你十年追赶之路 换我轮回相伴 你所付出的 我只能以相随逝了 乱摩海上 目睹她的现身 早已无力而为 以前 总是让你追逐着我 那么现在 我来守护你吧 魔皇悲下 灵魂相口 亦如愿 此生同一 轮回同寻 天地大劫 因她惨烈而终 此生 欠了她 以前 只是站在远处看着你 所以现在 要加倍地补偿回来 嗯 你可以做的 我也可以 只是 没有能力做到 那么 我走遍轮回 只为与你相遇 不管如何 不管将会付出 多大的代价 即便是 上穷必落下黄泉 我都要把你找回来 你的路 我来陪你走吧 以前总是让你追逐着我 那么 此生之后 手 给你 黄泉碧落 乾坤轮回 我陪你 我来陪你